我们现在已经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四个元素的 我们有我们古代的香港故宫博物馆 也有戏剧中心 当代的我们有M家博物馆 同时呢也有free space 这个表演场地是主要为年轻人而设的 未来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西九文化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者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随着近年不同文化基建项目在香港相继落成 以发展十余年的西九文化区将成为香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引领者 西九文化区我很有信心 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这个目标呢 一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 无论是在故宫里面 我们有很多都是博士级的一些赤展啊管理员 同时M家我们也有世界一流的一些车展和部展的人才 我们所有的地下铁公共交通都是以西九作为一个枢纽 所以能够在交通方面 软件方面 人才方面都有充分的资源呢 得益于软硬件交通人才等资源的投入 香港的文化产业在疫情冲击下仍逆流而上 全球艺术市场占有率赶超纽约伦敦 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当代艺术拍卖市场 唐英年认为未来香港文化领域应兼顾内地与国际市场 成为沟通中外的门户与桥梁 第一个阶段是拓展整个大湾区的融合 我认为了这个是一个最快 而且是一个最能够达到的阶段目标 我们大湾区有很多很多美术馆 也有很多表演的场地 同时也有八千万的同胞 我相信这个力量已经比欧洲其他的国家 一定是更丰富 容量更大 观众群更多 我们不但要能够说好中国故事 同时把西方文化 都能够透过香港交流中心的引进来 让我们14一同胞们 更加能够认识到一些西方文化 从而能够更好的交流 互相学习的 针对今年7月1号起 香港特区政府新成立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唐英年表示 这一部门的成立恰逢其事 也相当必要 他指出 香港文化机构需更好地利用资深优势和资源 在社会经济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我认为这个文体旅局是必要 也有一个实践性 现在成立 时间是恰恰好的 现在既然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给了我们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实践上是有这个需要 也有一个紧迫感 比起住房 医疗 社会福利 教育 这一些 以文化体育跟旅游来争取民生的资源 说起来实在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我们三个范畴的人士 比如我们西九文化区 我们必须要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能力 来财政上面来发挥更大的能量 我认为这个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一种做法